幼儿的抵抗力弱,人员进出幼儿园都要喷酒精洗手加强防疫,因此酒精的诱量特别大。 一家制药厂善尽企业责任,在防疫物资抢翻天的时候,大手笔的捐赠2000瓶的酒精喷剂给高雄市教育局。 教育局长表示感谢,并且将分配给全市656所幼儿园,以保障幼儿的健康。 小朋友一进到幼儿园,老师马上上前量体温,喷洗手液,检查有没有戴口罩,询问身体状况。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,幼儿的抵抗力又弱,容易被感染。 在市府教育局的要求下,人员进出都要加强防疫。 他们知道要量体温,知道要干洗手,知道要消毒。 可是幼儿园还是毕竟孩子,所以他们在玩的时候,上课的时候会摸来摸去,碰来碰去。 其实如果他戴了口罩的话,那对于这些孩子的健康的维护是非常好的。 其中防疫必备的酒精洗手液,大家也是抢的卖。 部分幼儿园正烦恼买不到酒精。 一家制药厂就将自家生产的干洗手酒精喷剂2000平,捐赠给高雄市教育局。 教育局和幼儿园代表都表示感谢。 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,除了感谢范森制药公司以外, 我们也特别呼吁各界,如果你有防疫的物资, 你愿意捐赠你附近的学校也好,透过教育局来分配也好,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 那我们很落实的小朋友一来,我们一定要量体温,检查口腔, 那发现没有异状,那今天他就是可以正常的路班上课。 我们每天很落实的三次量体温的记录, 这样子的做法,那家长能够放心的把小朋友交给我们。 制药厂表示,有感于防疫物资的缺乏,消毒酒精取得不易。 制药厂在取得足够的酒精原料之后加紧赶工, 生产这一批大大小小的干洗手酒精喷剂, 支持市府防疫工作为孩子的健康把关。 我们当然是不遗余力啊, 投入,敢在第一时间赶快投入做生产, 想尽办法取得原料,那一取得当然一定就是投入防疫的工作为首要。 为了提供孩子安全,家长放心的教育环境, 市府交易局和幼儿园都以最高标准加强防疫工作, 制药厂也紧急支援防疫物资,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,公司协力一同防疫。 记者吴炳元,赖昌邦,高雄报道。